這次是不用排隊的 因為壽司王看了我上次的影片 他有找到我 他跟我說 OK啦,你下次再過來 早點單聲,不用排隊 大概不會影響到我的食評 香蕉了就糟糕了 嘩,居碟 居碟 只飛到碟,壽司繼續去嗎? OH SHIT,壽司 你拿出來看看 它掉了在我的袋裡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朵大國際 又看到我坐在這裡 代表4月初已經到了 因為靜樂國每個月都會拍一集 壽司王最厲害 很負責任的男人 真的很負責任 你知不知道我是負責任到 這次是不用排隊的 因為壽司王看了我上次的影片 他有找到我 他跟我說 OK啦,你下次再過來 早點單聲,不用排隊 大多不會影響到我的食評 依然會有說一句說一句 照舊了,這次新出的Promotion 用很多三罐來做主題 即是一碟就有三個 照舊都會吃完所有Promotion有出的東西 然後告訴大家 有哪些可以重點叫 有哪些不如省錢 OK 都介紹一下 我...我... 嘩... 居碟啊 居碟 嘩,只是飛到碟過來 壽司繼續去嗎 不要放下,放上 放上去 要不算我們吃了 那些壽司 那些壽司 你拿出來看看 它掉了在我的袋子 應該起碼有兩塊 還有一塊 這個是一塊 我太幸運了 一來就有這麼痛擊的畫面 很棒,錯了一個漂亮的位置 先介紹一下 剛剛加入了我studio那邊 一起做flatmaid的Can 一個是新flatmaid 可能一個就是 大家一向都很健康 雖然沒有健康,但大家都知道 芝麻醬油漬 喂,褲街 每一次壽司王都是一個中文測驗 芝麻醬油漬老魚 它的外觀一塊塊 沒有什麼味道 首先那條... 不是那條...對不起 首先那條魚 是我自己挺喜歡的魚味 因為我不喜歡太腥的魚 但是那些魚沒有說很腥 沒有,不會說很腥 很積蓉 當然就不會有吞拿魚那麼積蓉 但問題就是在於 芝麻醬油味 那個feel不是很重 對 應該上面那些一塊一塊 一塊不夠密 不是,我吃下去是沒有的 但問題就是我們可以看看 12元兩塊 即6元一塊 都不算是一個很頑皮的價錢 對得起這個價錢 我自己覺得 接著就是我們要分 瓜分 金木雕天婦羅壽司 看上去都幾乾 我們就按了天婦羅汁 應該要點天婦羅汁 應該要 我們首先把東西很認真地分一半 分了那一半 OK 我要這半 OK 可以 飯又挺好吃 看片的觀眾們應該會說 有沒有窮人到這樣 有 有 好 普通 首先那層炸粉 它其實真的可以再厚一點 炸粉真的有一點薄 裡面那個 它有那股煎了的魚的味道 對 我想說塞什麼魚都可以 但是它賣了17元 是啊 但是我寧願它失夠南瓜 對 不需要等待之後再想 不推薦 不推薦 17元一塊 少許油 油味 又少許重 不知道是因為我們吃東西太清 對 都有可能 不值17元 均衍三罐 甜蝦 飛魚子 還有吞吞魚 吞吞魚蓉 這個我一向都吃開 這些三罐我想說就是 這次推薦的三罐 其實我不太多話說 因為 譬如你就是把 平時大家見開的東西 就放在那一碟 對 所以就沒什麼特別的 不如 這一部分就有了 好嗎 大家都知道什麼味道 所以我不會特意跟你說 飛魚子軍腩連青瓜吃又怎樣 這樣就有點無謂 我們快點吃掉它算了 看起來挺新鮮的 是啊 我喜歡人家說 好吃 平時的飛魚子軍腩 沒有青瓜 但我猜不到真的有些話想說 飛魚子咬它的時候 爽脆感是比天蝠蘿更厲害 天蝠蘿是有一點軟 然後再加一點青瓜 你感覺不到 因為青瓜會 因為青瓜本身也很爽 加上飛魚子 其實我猜不到這塊有多好味 口感是挺綠 我不會跟你說 飛魚子軍腩連青瓜吃又怎樣 報告一下 一會才報告 整個口都是的 對不起 17元3塊 差不多6元 我又覺得OK 因為裡面有我最喜歡的 通花吞拿魚 還有我覺得很不錯的 飛魚子軍腩連青瓜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也挺推薦 它至少不會落入 不如省錢的 因為每三樣東西都穩陣 我們現在來三件都很不穩 魷魚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我吃壽司狼到現在 沒試過有一次吃完魷魚之後 是會笑的 有些意子的味道 上一集吃過蒸 那這集又有少許去尋回味覺 可能 魷魚 真烏賊 真烏賊 這個假的 哈哈哈 剛剛都說 魷魚是有股意子的味道 是 它加了一些薑蓉 撒走一些意子 殘忍 落仔 但是我自己覺得 雖然我不喜歡吃薑 但是我覺得這個做法很聰明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喜歡吃魷魚 我覺得應該沒有 柔柔 怎會有人喜歡吃魷魚 我女生喜歡吃 你這個混蛋 哈哈哈 那你們吃不吃嗎 哈哈哈 我好像輸了吃了 三個之中最驚喜的是這個企業 因為它真的有少許醃過 噢 就是一些未夠一點 是啊 12元一碟 就是說 一塊是4元 就是說 4月如果你想去壽司狼 是為了充機的話 挺香的 我們1、2、3一起說 推薦還是省點錢 1、2、3 省點錢 哈哈哈 除非你真的是魷魚的愛好者 沒錯 重球戲 壽司狼人氣三味 在這裡看到Creative 是 它拍了一隻雀 可能是因為39元一碟 你的錢就好像這隻雀 那樣飛走 應該是有寓意的 就應該很難不好吃 我自己覺得 其實是三文魚大切 大切又不像厚切 但也挺厚 好厚 都OK厚 我真的不敢亂說 真的 看厚一點 有一部iPhone14不連你的保護殼這麼厚 OK 差不多 我覺得沒有死 其實很殘忍 這隻雀這樣就沒有一對翼 你看 這個帆立背其實也很厚 很大塊的 沒得到 沒得到 但是這個價翼 你說是不是很划算 那39元 平均說了13元一塊 你說性價比是不是真的很高 我自己會將它放進去 不推薦 嗯 因為如果你真的很想吃 花貝 你就叫兩塊花貝 因為有些人未必喜歡 吃蝦 然後就到壽司類 最後一樣 他們就放頭 雖然價格便宜一點 22元一碟 這三塊 都是有赤蝦 就是 魷魚赤蝦三人魚腩 所以你不得不有要面對這條魷魚 但是它就有一點不同 上面有一點沙律醬 是 上面還有一些和廣草 那就是雀巢 我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總之魷魚一定不可以這樣吃 所以壽司狼我覺得是很聰明 我剛剛就吃了這個 純白的魷魚 那我現在就吃了一個 可以有雀巢 有沙律醬的魷魚 不好意思 我那個巢拿走了 你要不要留一點沙律醬 那我剛剛吃了三文魚 就吃了他的三文魚腩 他的沙律醬 我想說 分給了他的沙律 而且因為白色的魷魚沒什麼味 他混了沙律醬 其實這東西好吃了 這個是真的 你呢 你的三文魚腩看起來是薄一點的 我覺得吃起來是很滿足 很酷 剛剛是份量的滿足 這次是味道的滿足 都是那個沙律 還有一些醬 還有一些醬 然後三文魚腩 它本身自己有些油香味 撞在一起其實是OK的 我不客氣吃了這個蝦 有一點中菜的味道 我認真 因為有一點蔥 蝦好像變成茶樓吃到的蝦 反而減了一點點分 但是它夠了一條魷魚 我會給它多一點分 是22元 反而我自己覺得是 反正是22元 試一次 它的味道如何 我覺得可以一試 尤其是如果我本身是魷魚的厭惡者 你可以試一下用這碟東西去認識魷魚 是 但是我都認識不了 但這個是推薦的 這個是推薦的 好期待 每一次推薦 我經常都覺得最好吃的就是熱食 OK 這是我吃了三個月的經驗 一開始看就這樣看 好像一個蒸蛋 好像茶碗蒸 對 好像茶碗蒸 它就是粥打蜆肉湯麵 原來它有麵在裡面 它真的像茶碗蒸 好像茶碗蒸 夾結 我寧願它結 是啊 好香 聞起來是不錯的 而且我初頭看起來好像很少 但是夾麵出來也有很多麵 32元一碗 這個價錢是很足夠的 我覺得不失望 不失望 我覺得不錯 也是沒得輸的 也是沒得輸的 如果那些粥打蜆湯的湯味 可以再濃一點 那就叫兩三碗了 它有買相片騙了 我以為很濃 但吃下去也不算很濃 但味道依然是好的 這個是Anko的環節 這個是 絕對是 要先試一下蜆 嗯 還有一點提醒 吃完的時候才叫 我剛剛再加熱一點的 就更加好吃 噢 味道更加出一點 蜆呢 怎樣 蜆反而沒有什麼蜆味 為什麼 不意外 剛才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剛才我一向都是這樣的嗎 湯和麵 是比主角更好吃 對 我試了一個 但我還沒試 我不敢亂說 我現在試了一個 你試一下 很容易就可以解釋到 是 要 你要看著它 你才知道自己在吃蜆 對 當你不看著我吃肉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 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不是 有一個方法 含著半塊蜆肉 不停滴 那個蜆味好像有盛起來 你首先要把蜆湯拿走 對 那些菇不錯 那些菇真的不錯 這麵真的很美味 不錯 我覺得壽司狼 如果你比較聰明 我不要加蜆肉 那些蜆肉要加一兩塊蒜 你加多一點麵 我覺得人們會開心 不行 但有些Foodie就說 周袋蜆湯只有麵 只有兩塊蜆 所以怎樣都要在 但是主角一點都不主角 最糟糕 最後甜品 脆皮香蕉味 朱古力雪糕蛋糕 一個適宜的份量去吃 我是一點都不期待 因為我很討厭香蕉的香精味 真的嗎 我很喜歡香蕉的味 那些香精味 對 不過我可以喝奶粉喝香蕉味 OK 不行很重 但我很喜歡 沒有朱古力味 朱古力味真的比較少 朱古力味只是負責脆理 就是一入口就脆理 然後剩下的所有東西都交給雪糕 我反而可以推薦一試 喜歡香蕉味的朋友可以試一試 22元一塊 但它的香精味留在口裡很厲害 你要見兩極 壽司狼經典布甸 壽司狼經典布甸 是不是一向都有 不硬 不硬 雖然以為硬 聞起來也很香 舀上去的質感也很實 怎樣 我後悔我香蕉的香蕉味還在口裡 哎呀 可惜 我覺得很好吃 它這個應該是吉士粉 中間那些 它這個布甸 就是充滿這口味 意外地 不是說很甜 很死甜 但是它的口感 是很實 很棒 這款我推薦 比香蕉巧克力 香蕉巧克力的屎 今集的壽司狼 4月推廣就拍到這裡 推薦和不推薦的食物就如下 我不知道這次拍完之後 到底我5月還能否繼續 不知道我拍完今集這集 5月還能否繼續 不用退退 預約就可以進來壽司狼吃 因為我發覺 Hello 這間店的員工都開始拍到我了 我都一個月來成一次 不如鳳月頭的就看到我了 這樣不得罪就有壽司狼 是的 整體完壽司狼是OK的 大家如果想繼續留意 每個月壽司狼出推薦的時候 有些什麼是我比較推薦 有些什麼我比較推薦 大家不要吃的話 那就繼續留意 這位小朋友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最後計劃 YOLO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 不然我推薦YouTube又不告訴你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呀 買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YouTube的技巧 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作為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課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Yigida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這麼多年以來 儲藏的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下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